林志玲高龄怀孕被流产 身体非常虚弱 林志玲在病床大哭 这次是我能怀孕的最后机会了 以后不能怀孕了 黑泽良平在病房照顾老婆林志玲 黑泽良平自己偷偷擦眼泪 林志玲和丈夫黑泽良平 截至目前为止 结婚已经一年了 两人还在新婚燕耳中 可林志玲却在这时 被曝汉前男友严程旭差一点就复合的事 7月2日 有资深媒体人突然曝料 林志玲和严程旭纷纷和和的内幕 这位媒体人说 早在2017年 林志玲和严程旭在马来西亚被一起拍到健身 那时外界关于他们要复合的传闻已闹得沸沸扬扬 但两个人迟迟不肯给外界答复 复合的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但其实他们早就有复合的倾向了 之后还被拍到在KTV里永稳 本来真的可以来各世纪大复合 但据这位媒体人透露 他们后来又不好了 再之后 林志玲就宣布嫁给黑泽良平 林志玲与严程旭再无可能 这对曾经的公主与其事 终究还是错过了 错过即是永恒 其实仔细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林志玲与严程旭不会到白头 首先 他们的家境相差太远 林志玲是典型的富家女 而严程旭则是个出身贫寒的凤凰男 即使他曾经红遍全亚洲 但跟经商的林家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 一般父母 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 各条件不如自己的 有钱人家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根本瞧不上 小门小户出身的凤凰男 林志玲的父母 是这段感情中的阻力之一 其次 性格差异大 是阻力之二 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人 性格也会不同 林志玲和严程旭的成长环境 相差甚远 几乎没有可比性 这也导致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 他们之所以分分合和多年 是因为彼此吸引着自己 但也因为性格差异让他们无法和谐相处 一般而言 分分合合的情侣 多半很难有好的结果 分分合合说明他们的矛盾和摩擦不小 这都是性格导致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就算结了婚 也会摩擦不断 未必能到白头 人与人之间的结合 都离不开一个圆子 无缘不来 无缘不拒 只不过有些是善缘 有些是孽缘 林志玲和严程旭 是孽缘 他们在这段孽缘中互相吸引 确保受折磨和伤害 最终心神俱疲 彻底放手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放过我 也放过你 现在的严程旭和林志玲 各自安好 没什么不好 林志玲和黑泽良平结婚后 经常被网友催生 目前两人还没有孩子 林志玲也被多家媒体曝料 因为怀不上孩子 让其被黑泽良平家暴 之后林志玲的经纪人 出来辟谣 林志玲婚后生活健康幸福 经纪人说的话 未必值得相信 但一个人的面相 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从林志玲婚后的面相来看 她确实过得很滋润 朱英曾经说过 看一个女人婚后幸不幸福 就看是她变丑了 还是变美了 林志玲婚后变得更美了 再鲜艳的花 也需要爱的浇灌 才能散发芬芳 严成旭曾说过自己没有能力给别人幸福 性格很孩子气 她这样的性格 也许更适合单身 不去伤害别人 也不用被别人伤害 不用承受痛苦 也不会种下恶果 一个人宁静自在 没什么不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